这些婚姻有没有第三者都过不下去 最近我接了很多跟外遇有关的心理咨询 老婆们称呼抢走自己老公的那个女人时 出奇的一字,我家的剑莎 恨不得剥了她的皮,喝了她的血 把她的衣服扒光游街 这些老婆的心情我能理解 在知道老公有外遇的那一刻 他们的心碎了,感觉人生看不见希望 孩子没有了爸爸 但是毁掉婚姻的真的是小莎吗 有一位老公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 她很害怕父母会离婚 努力做一个乖小孩 大学和专业是父母选的 她不喜欢还是读了 老婆是父母相中的 她不喜欢还是娶了 婚后夫妻两分房睡 一天说不了两句话 但是她的父母还是离婚了 她才发现顺从父母并不能改变什么 一年后她换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两年后她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孩 向老婆提出离婚 老婆问她为什么 她只是反复说了一句话 从现在起我想过自己的人生 有一位老公她出生在多子女家庭 父母因为负担重 曾经把她送养过 为了不重复被抛弃的命运 她拼命地讨好父母和兄弟姐妹 结婚后她依然补贴家里 甚至要求老婆向岳父要钱 给自己的妹妹买房 老婆说我还有一个弟弟 她理直气壮地说 那就因为你有弟弟 才应该把钱都要过来 否则你爸妈会把钱都留给你弟弟 老婆还是不答应 我都是成年人了 怎么能向爸妈伸手要钱 何况还是给你妹妹买房 老公很生气 大吼道 我就知道你从来都不会支持我 取头租都逼取你强 之后报复性地出轨了 毁掉婚姻的不是小三 而是让老公伤痕累累的原生家庭 有一位老婆她对老公非常好 花钱供老公读书 托关系帮她找工作 老公工作不好好干 老婆找人说情 老公借了高利贷去炒股 老婆做了两份兼职 帮忙还债 直到老公跟小三自驾游发生了车祸 竟然打电话给她 让她摆平 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对母子 妈妈不断付出 儿子总是接受 儿子不断闯祸 妈妈不断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 毁掉婚姻的不是小三 而是老婆没有界限的付出 夫妻关系的不平衡 有一位老公 她的父亲和叔叔包二奶 她生意场上的朋友 都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她和老婆生了两个儿子后 觉得对得起老婆了 给足她家用 然后和小三同居了 面对崩溃到要自杀的老婆 她理直气壮地吼道 我供你吃供你喝 玩个女人怎么了 毁掉婚姻的不是小三 而是老公畸形的三观 我还知道有一对小夫妻 老公和老婆双双出轨 小三是他们各自的同事 他们呈真心相爱 但是婚姻不是童话 每月的房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身心疲惫 遇到工作的麻烦时 他们都知道伴侣很累 不愿意诉苦 但是又感到孤单和无助 很想逃离这一切 当被同事温暖的关怀时 两个人先后出轨了 毁掉婚姻的不是小三 而是现实压力和沟通不长 一个好婚姻必须是 两个人心理健康的人结合 一个好婚姻必须是 一个成年人对一个成年人的状态 一个好婚姻必须能让夫妻 都从中得到爱和滋养 如果本身就不是好婚姻 夫妻俩就像每天躺在炸药包上 而小三只剩那根导火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staged回去 再见